所以 RTWI triggers 不 石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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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麒天 石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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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牙 没事的 没事的 不用怕 没事的 不用怕 时雨 送他回去吧 我们走 我们走 他追着前来 追 分头追 跑不了多远的 快 快 他带着一个受伤的 一定跑不了多远 我们分头去找 好 走 在那边 走 快 师父 快 快 什么事啊 谁有受伤了 快 快 我 明天 看 不 很个人 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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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玉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为什么要那么傻 替我挡了内角 我 我也不知道 只是不想看到你受伤 只要你可以平安无事 我宁愿待你一死 不会的 你不会死的 你不会有事的 你不用骗我了 上次 你有护心筋 也被李小桓提成重伤 我这一次 不会 一定不会有事的 不要再说了 你一定会没事的 我不说 这怕没有机会说了 思雨 我们 可能是有缘无分 我死了之后 你千万不要伤心 思雨答应你 就算我们有缘无分 就算你真的死了 我也会娶你 我不会让你无名无分 我不会让你无名无分 就这么死了 放心 好吗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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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晓晓 师父 怎么样 没事 你放心 没事 师伯 你 你刚才说 晓晓她暂时没事了 那什么意思 虽然我让她吃了 少林寺的九转环混蛋 加上我运工 正式打通她的经脉 可是她的心脉已损 情况并不乐观 你这么说 就是说晓晓她没得救了 一切要看她的造化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她这么年轻 为什么老天爷要这么对他们 为什么老天爷要这么样子对施玉呢 施玉 施玉 施玉怎么了 老爷 你怎么会来这儿 哎呀 翠花你也真是的 李巴山跑到少林找施玉报仇 这么大件事 你也不告诉我 我等了好多天没有你们的消息 我跑到杭州才知道这么大的事 我就日夜天成赶来了 对了 你刚才说什么没得救了 是不是施玉她 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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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玉她 真的是施玉 别来晚了一步 爹对不起你 没想到爹 日夜天成 一心呆月地赶来 终究还是看不到你最后一灭 天哪 我方德到底造了什么孽啊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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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你不用说了 爹知道爹对你较为严厉 但是你知道 养不就要负之过 爹以前如此对你 完全都是为了你好 没想到 你竟然这么短命 上次一笔 没想到今天却编成阴阳两阁 正所谓 数欲尽而封不息 千余样而子不在 如今爹却变成白法人送黑法人 是 爹早知道这样 爹就应该对你好一点 真的 那你以后对我好一点也不晚 好 好 你要是吧 我都答应 一定会找人烧给你 两件大物 二十个美女够高 别那么麻烦 直接给我不就行了 干嘛烧给我 我还没死 你没死 当然没死啊 你的儿子我福大命大 你看 这是下巴科 你真的没死啊 你是不是希望我早点死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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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是 退 你个臭小子 竟然装死了欺骗爹 竟然装死了欺骗爹 你是怎么搞的 你被死去把这个欺死了 今天 我不好好教训你才怪的 我就 哎呀 老爷啊 退化 你是怎么搞的 无言无故说事与死了 我 我什么时候说事与死了 我明明听到你说 事与年轻 又什么没福气 就 我说的是小小啊 什么大大小小的 说一半没一半的 你们到底说的是谁啊 小小呢 她叫做林小小 是五眉世博的徒弟 是我们儿子的心上人 小小为了救事与 让李小黄替成重伤了 现在还不知道救不救得活呢 能救活 一定能救活 既然爹没事 我就看小小了 来 来 小小不用怕 施育在你身边 乖 快点醒 你醒了 我等你上九连山顶 我们一起看日落 你说喜欢那里的小黄花 你醒了 我们一起去 世玉 你已经一夜没睡了 你还是吃点东西 去休息一下吧 是啊 世玉 林姑娘交给我们 你休息一下 你们也跟我一样 一晚上没睡了 行了 你们去休息吧 我在这儿照顾她 世玉啊 你再这样子 是支持不住的 但她是因为我而受伤的 我不能不管她 我一定要陪到她醒了为止 世玉 行了 别劝我了 对不起 我知道该怎么做 我看我们大伙 还是先出去吧 世玉 你好好在这儿照顾晓晓 晓晓 晓晓 你醒了 你别乱动啊 晓晓 你觉得怎么样 我 我觉得好冷啊 你伤得这么重啊 好不容易醒了 当然会觉得冷了 醒了就好了 醒了就没事了 怎么样了 没事了 没事了 师伯 晓晓她醒了 让我看看 师伯 晓晓怎么样 她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可是晓晓已经醒了 她全身脉搏散乱 其实是毁光返照 这 怎么会这样啊 那怎么办 晓晓你不可以有事啊 晓晓你不可以有事啊 习官 是 你快去请智山跟智能师弟过来 和我们三人之力 替她推功过穴 大通经脉 可能还有一线希望 要不然 过不了今天晚上 好 我立刻就去 世玉 留在这儿 我去就行了 惠姐走 我也去 翠华 你带方静儿先去休息一下吧 好 走吧 晓晓 觉得怎么样啊 师父 我快不行了 不会的 也不会有事的 师父 你不用伤心 晓晓不怕死 只是为了 报答师父十多年的养育之恩 我觉得 你不要说了 为师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张晓 你不止是我的徒弟 在师父的心中 早把你当成女儿看待 我不会让你死的 还有世玉 他一直在等着你 要坚持下去 千万不要放弃啊 是啊 我跟你说过 我要跟你澄清 你好了 我们就澄清 听师伯的话 坚持下去 嗯 师父 世玉 不用这么担心啊 知道了 五眉师伯 至善方丈 智能士叔 一定能够救火小小的 但是他们已经进去三个时辰 应该没事的 没事 但是如果有事的话怎么办 世玉 你着急又有什么用呢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冷静 是啊 世玉 要是连你对他都没有信心的话 小小怎么过得了这一关呢 放心吧 既然自有天象 林姑娘可以闯过这一关的 没错 好人有好报 老天爷是长眼睛的 无论 要是还想念 他 의员 他说是吴尽 他说是吴尽 是想念 要是火 구 有 是 是 所以 曾 师弟 怎么样啊 没事 师兄 晓晓怎么样 我总算把她的经脉全部打通了 可是晓晓还在昏迷 那怎么样 是没事了 能救活了是不是 这个我们暂时不能答复你 那就是 晓晓的伤势太重 虽然我们已经把她的经脉打通了 但能否康复还是未知之数 不错 只要她在天亮之前 能够醒来就会没事 是她能不能醒过来 就要看晓晓她自己的意志了 师父 五眉师姐救徒心切 伤及内府啊 放心 你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 师父 我扶您去休息一下吧 晓晓 我知道你听得到我说话 我知道你一定听得到 你知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 所以你不可以离开我 快点醒吧 醒了我们就成亲 再生个小失誉 不行 一个不够 两个 三个四个也没关系 再生个小小小 长得像你这么漂亮 像你这么惹人爱 快点醒醒 快点醒醒 你快点醒醒 我刚才说的话 全都是真的 你要是不行 就连命都没了 答应我 答应我 不要放弃 为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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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听得见我说的话 为了我 快醒来 晓晓 晓晓 老天爷 请你大发慈悲 千万不能让晓晓有事 求你保佑晓晓 早点醒来 好跟世语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 放心吧 世语一片诚心 一定会感动上苍 他们绝对可以在一起 看见世语跟晓晓 几经辛苦 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却偏偏又要面对生理死理 所以 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对方 云春 我红西关 绝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情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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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你不要坚持下去 快点醒 快点醒 你快点醒 天就快亮了 快点醒啊 快醒啊 快醒啊小小 天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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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天亮了 你快点醒来啊 小小 天亮就完了 小小 起来啊 起来 不要扔下我 不要扔下我 小小 小小小小 小小小 小小小 小小小小 小小小小 没事吧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以为我再也不要离开你 你不是要 一定要坚持下去吗 不错 我还叫你将来替我生几个小生日 跟小小小的 那你却答应我了 其实这两天 你跟我说的一切 我都听得很清楚 你很想回答 在我自己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 原来除了师父之外 我最舍不得的 就是你 原来 在我心里面 你这么重要 当我听你说 你要跟我成亲的时候 我 我真的很开心 很感动 我很想搂着你哭 世玉 你不用说了 我们以后再也不会分开 永远都会在一起 真是得逞笔目 何此死 只献鸳鸯不献献 看见他们这样 真是献煞旁人 你们 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们没有进来啊 你们就当没有看见我们 我 我只是等着喝茶 我 我们俩是下的 我走了啊 走吧 走 走 走 小小 好点了 那我就放心了 你们不要聊太久 好好休息 都是你不喝 因为我开心嘛 你答应嫁给我 我跟你说了 你要去哪儿啊 真茶 给你娘喝啊 这么乖 你没听见啊 她说想喝茶 她不是要喝这种茶 她是想喝媳妇茶 不跟你说了 师父请喝茶 师父 您怎么了 没事吧 放心 我没事 哼 为了小小的伤 害师父您操心 损耗真情 小小小的伤 小小实在 对不起师父 傻丫头 别哭了 师父应该这么做的 嗯 小小 你这次能够死里逃生 以后就要好好地珍惜生命 开开心心地活下去 啊 是 师父 好了 起来吧 哦 不行啊 师父 小小小 小小还有一件事 对不起师父 什么事啊 当年 小小曾在师父面前立誓 一到十八岁 就消法为你 可是 现在我跟世玉她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且来慢慢说吧 且来啊 是 师父 一切随缘 一切随缘 况且 当年你立誓的时候 年纪还小 根本就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 总之 一切自有天定 只要你并无害人之心 开开心心地活下去 这就够了 小小知道 多谢师父教诲 参见他们 师兄 你要帮小桓报仇啊 横口垢 你看你像什么样子 接着换衣服 师兄 还说这么多干什么 抬进去吧 是 来 把他抬头 我叫你跟小桓上少林 帮他报仇 结果呢 你知不知道 你刚才像什么样子 连一只丧家犬都不容 弄得自己手上 小桓重创 我武当的脸都给你丢光了 师兄 小桓怎么样了 我已经替他服药了 可是他 仍然昏迷不醒 师兄 我们弄成这样 全都是至善那个突吕 还有方氏玉 洪西关那帮小鬼所为 你一定要替我们主持公道啊 要不然的话 少林寺的人更以为我们好欺负 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你们偷袭少林 你们偷袭少林失败 这件事传出江湖 我武当白眉的名誉 还保得住吗 还保得住吗 师储无名誉 你叫我跟至善套什么公道啊 只怪你行事如莽 自取其用 师兄 就当我办事不利 可是少林寺的人 嚣张跋扈 难道就这样算了吧 我冯道德 第一个不甘心 有什么理由他们就成天下第一 我们武当 永远就被他们押住了 我们是不是永远都抬不起头来 我一个人受辱不要紧 可是武当 断不能永远在少林寺之下 师兄 这攸关武当的生育啊 这件事我自会处理 要对付少林这些人 以后还有的是机会 你先安心养上吧 翠花 你真的决定明天启程回杭州啊 师姐 为什么不多住一会儿啊 其实这些日子 我们也打扰了师太太久了 事与没事 小小的身子也逐渐康复 再加上方摩在杭州的生意 需要打理 因此我决定 明天就带着翠花回杭州去 既然方施主这么说 我也不多留你们了 不过要记着 以后有空呢 就要来梅花盛进 一定一定 对了 永春 你怎么样 明天是不是 跟我们一块回杭州呢 我这次出来 是因为跟爹闹翻了 如果我现在回去的话 我怕 掏了人家的气还没消呢 但是 你不能够长期在这儿 打扰师伯呀 我知道啊 可是我现在有家归不得 又不能留在这里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永春啊 我想收你为徒 我知道你意下如何 收我为徒 好啊 如果师父收你为徒 那我以后就可以有个伴了 而且啊 你还可以继续留在这儿 就可以天天看见洪大哥喽 可是 要是我拜师太为师的话 我岂不是要 消法出家了 这也不一定啊 一切随缘 如果有一天 你真的看破红尘 消法为你 也不是坏事啊 听见了吗 不用出家的 还不快点答应 徒儿拜见师父 也不用这么快 来 先起来 等我选个好日子 再正式收你为徒了 好呀 好呀 现在你有了落脚的地方 我也就放心了 老爷 我们明天会藏住吧 好 好了好了 这都不用送了 范老爷 范夫人 我爹年老体弱 希望多加照顾 两位的大恩大德 会钱无以为报 好了好了 你别再说了 我呢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爹的 你就用心的在这边练武吧 嗯 小爷 你也是一样啊 凡事要忍让 千万不可以跟别人吵架 是 莫名一说风 还有啊 你这好好地照顾晓晓 好 我这个儿媳妇娶不娶得成呢 那就看你了 放心吧 不出两年 我一定打出十八同仁镇 带着小小一块回去 哎哎哎哎哎 一年够了吧 喂 两年的意思是包括生孩子 哈哈哈哈 哎 说话算话啊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 我方是玉最讲信用的 对了 勇春啊 要了我给你爹带句话呀 也好 你告诉爹 我已经拜五枚师太为师 叫他不必放心了 勇春 你真的拜五枚师不为师了 还没有 可是五枚师太已经答应了 说我为徒 好了好了 时候也不等了 我们应该请求了 诗玉 记着爹跟你说的话 嗯 知道了 德哥 小花 放心 我们走 是 老爷 路上小心 知道了 路上小心啊 好 勇春 勇春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拜五枚师不为师 那不是要相反为你吗 不然怎么办啊 要我跟方老爷回杭州 让我爹逼我跟张三李四 成亲不成 那当然不是了 可是你也不用了 娶到尼姑啊 我不是说了吗 我将来一定会娶你的 哎 我发誓 我一定努力练功 等将来 我打出十八童文阵 就和你成亲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我发誓 绝不会骗你的 勇春 你 你答应我 你不要拜师不为师 好不好 不成 我既然答应了 就不可以反悔啊 勇春 你 你怎么都说不听呢 你 你当尼姑呢我 不过啊你放心 师父说 我在他门下 并不一定 非要效法出家 真的 哎 你刚才说了 只要你打出十八童人阵 我们就成亲 不可以反悔哦 不反悔 弟子叩见师父 请师父喝茶 勇春啊 从今天起 为师就正式收你为徒弟 虽然 你急剧慧根 但是仍然需要情价修炼 勇春知道 先准为尊 虽然你的年纪 要比小小大 但是小小先入门 所以你应该叫一声小小师姐 勇春见过师姐 请师姐喝茶 行了行了 不用这么多力 要的 正如师父所说的 先者为尊嘛 是啊小小啊 快接茶吧 是师父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两个呢 是同门师姐妹了 要互相照应 共同切磋 是师父 勇春啊 快起来吧 谢谢师父 听你们说了那么久了 我认为重点 就在那四个字里 先者为尊啊 所谓先者为尊啊 就是先入门的那个人为尊 那以后我应该叫你师妹好呢 还是叫你甘阿姨好呢 你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 师兄 要不要倒杯茶给你啊 贵不贵啊 你要贵就贵嘛 好了好了好了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还是叫你甘阿姨好了 好了好了 志玉啊 你们也应该去练功了 是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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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到此为止 大家洗个澡休息一会儿吧 耶 好 好 大家一起走吧 你们先去吧 我想再练会儿 嗯 走 喂 您 说要打 我们可不是要打 我一年之内要打出十八同仁镇 当然要练好 当然喽 要不然怎么结婚生子呢 走啊 胡了 又人了 您看他的牌多好啊 宝宝你真是厉害啊 一个人把会馆打给的井井有条 还没事帮着咱们倒茶 招呼周到的粉呢 没关系 是啊 方夫人去广州也有两个月了 这方老爷呢也去了半个多月了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还有世遇啊 听说林小孩丁尾巴山要找他报仇呢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就是 我们回来了 啊 夫人 哎呀 夫人回来了 是啊 哎呀 老爷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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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哎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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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啊 好久啊 世遇宝怎么样 没事吧 世遇宝当然没事了 哎 我苗翠花的儿子呀 哼 不说啊 你们不知道了 我们的世遇宝可厉害了 连李巴山也不是他的对手 哎 那天呢 不赶到九队山上 他们呢已经跟世遇宝啊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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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打打打 就啊 怎么打呢 也打不过世遇 嗯 于是呢 就把那个梅花庄拿 啪 哈喽 一下子打断了 以为战船的杀了世遇了 翠花 你怎么一回来 就急急扎没完呢 哦对啊 你们刚回来一定好累啊 既然世遇没事 那就太好了 我吩咐厨房给你们做几样好吃的 替你们接风洗尘 你看怎么样 好啊 呀呀呀有好吃的 那有没有酒喝呢 有啊 当然有啊 好好好啊 快点够啊 快点来啊 有酒喝了 翠花 你这么喝下去会喝醉的啊 方夫人 小心醉了 哦 哦 哦 不会的 我呢 苗翠花是出了名的千辈不醉的 咱们咱我开心 你 你 你 咱们咱咱跟我一起喝 我在 嗟 嘟 幸福啊 我呢 我在五眠世国那边呢 你知不知道啊 我在那边呢 天天都是吃斋呀 喝温开水呀 得杯茶都没得喝呀 更别说是酒了是不是 我爹啊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才忍不住跑下山的 我呢 要不是为了照顾示遇啊 我早就回来了 老爷啊 现在我回来了 有这么多的菜可以蒸 太棒了 还这么多的酒 那我赶快吃个饱 喝的够吗 来 把这给我一起喝 来来来来 老爷给我喝 来来 给我喝 来来来来 来 来来来 来来 没醉呀 我没有醉 夫人你怎么样 没事吧 哎呀 你看怎么喝成这个样子了 你 说了没有醉 喝醉了吗 来 你也不信是不是 那我现在走着吃饰 给你们看看啊 老爷 不管你是快去泡这下来 你们人解酒啊 夫人你喝醉了 我扶你休息一下啊 没有啊 我没醉呀 老爷 我要喝酒 快 快点拿来 好好好 我马上去拿酒 你先休息一下啊 快点来 好好 我快 哎呀 这些衣服啊 是老爷跟夫人的 你可要洗干净啊 我要去顿山茶给夫人喝 你自己呢 就开那个小门出去 哎 好 好 好真爱 晴晴 大夫 晴晴 晴晴 怎么会是你啊 谢谢你 方夫人 不用客气 晴晴啊 喝茶吧 对了 你怎么会来这里的呢 有没有家人在这里啊 我嫁给李吉之后 她的生意就搬到了京城 后来我也跟到了京城 李吉 是不是就是京城的那个 开茶庄的李吉啊 李吉 他茶庄的生意做得很大的呀 应该是个大富商啊 到了京城之后 不出三年 我家相公的茶庄生意越做越大 可是 这应酬也就越来越多了 他就开始冷落你 不理你了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臭男人呐 翠花 你继续说 没过多久 我家相公 结识了一群 无所事事事的富家公子 他还当他们是至交 从此以后 他就终于流连烟花之地 一纸万惊 面不改色 再也无心思打理茶庄的生意 茶庄 从此一落千丈 你看看 是不是 不早就说了吗 男人哪 绝对不可以有钱 一有钱哪 麻烦就来了 翠花 别人说话的时候 你不要打断人家嘛 怎么嘛 不发白家意见吗 后来呢 后来 我相公那些 所谓的生死之交 竟然丧尽天良 合伙骗去了 我相公所有的家财 连那个茶庄 也被骗走了 哇 怎么这样啊 李大哥真是娇友不慎 君子义的小人 一失足成千古恨 我家相公 在一夜之间 就变得一无所有 他再也经不起这种打击 你病不起 想起来 这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 不不 不要 不要哭了 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就当是摔了个跟头吧 从头再来啊 翠花 瞧你喝得满身酒气的 哪里有满身酒气吗 才两三杯啊 那你当初 为什么不回广东去呢 我每次回广东的时候 都会去看看你的爹娘 怎么没听他们两位老人家说起呢 嫁出去的女儿 嫁出去的水 能够大富大贵 光耀门眉 自然欢迎 但若是穷途潦倒 不理你 给你脸色看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富贵也好 穷也好 老爷 都是自己女儿嘛 对不对 翠花 那这五年以来 你到底有什么为生啊 你怎么会突然跑到杭州来呢 我家相公死了以后 我有家也归不得 只有四处漂泊 后来 辗转到了杭州 只有靠替人家洗衣服 介意为生 这一住 也就住了一年多了 那你现在住在哪儿 平乡里 那里啊 那个地方好杂呀 整个巷子可臭死了 怎么能住人呢 名字倒是起得很好 平乡里 翠花 你不要再叫我了嘛 这是事实啊 老爷 一个女人 怎么能住在那里呢 不如你就搬过来 给我们一起住吧 不用了 夫人 我已经习惯一个人 自理根生了 不如这样吧 你赚了钱呢 那就交点房租给我们 也算是自理根生了 真的不用了 方夫人 老爷啊 你跟他说嘛 前进 李夫人 不如 德哥 方大哥 如果你还愿意念故人之情的话 就留最后一点做人的尊严给我吧 我不想再依靠任何人了 什么依靠啊 你跟我们老爷呢是从小在一块玩到大的嘛 对不对 方夫人 只要以后 你肯把当衣服交给我来清洗 孙秦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哎呀 老爷啊 你 我心里有数啊 爷 你不要再说了嘛 哇 下雨了呀 啊 夜深了 我不打扰你们休息了 我先走了 那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只管找我 如果我能力锁机的话 我一定会帮你的 是啊 我送你啊 哦 不用劳烦你了 方夫人 什么劳烦呢 一个女人走很危险的 只要有我在啊 什么坏人都不用怕了 哎 瞧你喝得醉醺醺的 怎么送人呢 什么醉醺醺的 老爷啊 让你喊个几声早就醒了啊 走吧啊 嗯